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日除了马六甲冰城要带孩子去哪里? 不想假日困在车龙人潮里 我们去圣美兰芙蓉走走看看哦! 第一站我们先到达曼达四十人坛 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湖 除了可以沿着湖边散步 还可以坐借小船游湖哦! 走完了达曼达四十人坛 走我们去找森美兰第一棵橡胶树 哇终于找到了 这棵橡胶树已经有超过120年的历史了 它的数为3.5公尺 数身高25公尺 虽然它的外貌不起眼 但根据报导却只380万令吉哦! 根据这边的告示牌 在1887年一共有22棵橡胶种子从英国带到来马来亚 当中11棵给了新加坡 9棵给了瓜拉干萨 剩下的2棵就给了森美兰和马六甲 而这棵树就是当年的那棵种子啦! 看完橡胶树后就下取雨了 我们就到附近的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吃东西 幸好吃饱后雨就停了 我们就继续去下一站咯! 来到森美兰博物馆 这间博物馆是一间非常独特的全木造博物馆 以明南家宝明南喀布风格的牛角屋顶设计 这间博物馆可以说是深州最独特的建筑物之一 我们就先到底楼一楼展示厅看看 这里可以看到和深州历史有关的传统服饰 古物 武器 还有各种用具 历阶州屋大城的历史 有关日志时期的展示 还有和深美兰有关的历史建筑物 旅游景点等等 过后我们上楼上去看 哇 这里还有画展咧! 个人特别喜欢这种以当地文化风格呈现的作品 看完画展后我们就去旁边示范屋参观 这两桌分别是安邦丁尼王宫 和深州示范屋 可以进去屋子体验一下呢 不过爬的时候要记得小心哦五点鞋 参观完博物馆后我们就去在福隆市区赵根了一百七十年 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圣母旺镜堂走走看看 走进这座教堂你会感觉非常宁静 它的建筑物十分宏伟 拍照也十分好看 我们最后一站来到福隆梅林自圆堂 自圆堂主要供奉鲁士道山教 里面有很多庄严的神像和石像 外面还有一座养鱼士道山教堂 最后还和儿子在这边比赛走十路 就这样结束了今天是美兰芙蓉一日有